港西國小幼兒園的小小朋友們 開心的輪流討抱抱是為了哪裝 原來是基隆市議員張秉君叔叔 帶來時下小小朋友們 最愛的庫洛米 美樂蒂 以及奧特曼等卡通燈籠 一下子就擄獲孩子們的心 你為什麼喜歡庫洛米 因為我喜歡粉色跟紫色 所以我喜歡庫洛米 為什麼喜歡美樂蒂 因為本來就是喜歡美樂蒂 因為美樂蒂很可愛 港西國小校長也非常感謝 基隆市議員張秉君的貼心和用心 帶來小小朋友們的最愛 讓孩子們寬度元宵節 非常感謝我們張秉君叔叔 在元宵之前特別帶來可愛的小低燈 讓我們每個幼兒園的孩子 每個人都有一個 而且還有分男的跟女的 不同的創意的燈籠 在這邊非常感謝 其實元宵節快到了 那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拿著燈籠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多樣燈籠 不管是龍年造型的燈籠 圓形的 那秉君也特別準備了卡通造型 尤其是當下小朋友最喜歡的三利歐家族 比如說奧特曼 糊落米或者是像是美樂蒂等等的 這些都是小朋友最喜歡的燈籠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了港姓國小 也把這個歡樂帶給了這些小朋友們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度過一個 愉快的元宵節 孩子們實在太開心了 不斷輪流討抱抱 始料未及 張秉君表示 感謝自己子女和子子 讓他了解到時下小小朋友們 最喜歡哪些卡通人物 才能發想送出這些卡通燈籠 讓孩子們真的開心 新記者吳俊松 記統報導